10天連假最后一天 从下午的时候台九县南回公路的部分观光景点地区 车流量就变高了 而在假期的最后一天 公路总局预估会有返回工作岗位 及把握最后时机出游的车潮 但由于大众前几天已经陆续返工作地了 因此南回公路各个路段 虽然车多但没有出现拥塞情形 长达10天的春节连续假期进入尾声 而在28号下午时段 台九县南回公路部分观光景 景点地区路段车流量较高 公路总局呼吁民众 29日行驶路段时特别留意 而29日则是来到春节假期最后一天 截至上午9点为止 东部各道路状况大致良好 而在下午时段 预估除了返回工作岗位 还有把握最后时机出游的车潮 不过由于许多民众 前几日就已陆续返回工作地 因此南回公路各路段或景点 虽然车多但并没有拥塞情形 另外公路总局也协调 科运业者是人潮机动增搬 东部国道科运路线 共计行驶1390班次 书运20219人 书运人数较110年同期 增加15.3% 除了鼓励民众 多使用大众交通工具 也可以到幸福公路APP 公路总局春节书运专区 随时查询省道相关路况资讯 才能避免塞在车阵中 就讲解大五项报道 明天更加罢奷 注意看这个 可能不是 我们试试试试试试这 我们试试试试试试